另外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连盛文也呼应财政部的说法 他也呼吁鼎心应该主动退出经营权 那我想因为这次实案的问题 让很多民众觉得就是说 101大楼的股权有调整的必要 那么如果我就任之后 我想我也会利用我的财经的专业跟知识 来协助财政部来达到民众的需求 其实关于各界要求退出台北101的经营权 鼎心的回应是 魏印娇担任台北101副董事长期间的业绩 以及各项经营绩效是有目共睹 但尊重台北101董事会的决定 没有任何预设立场 这等于间接表达 他们守住台北101的立场坚定 不会主动起辞